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风水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风水可以影响我们的生命与运程? 开始之前 请各位新朋友务必按下订阅 老朋友务必按下赞 这样老师未来更新视频的时候 您才能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今天来谈谈风水 风水啊 这个学问与技术 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项才艺 所谓风水里面的风 讲的就是所谓的长风 也就是所谓的 让大地的正能量能够聚集在我们的标的物上面 也就是所谓的来龙 那所谓的水 就是让标的物的能量可以怎么样? 正常的循环与代谢 这也就称为所谓的去脉 很多风水的运用啊 很多原理 地理是在我们如何与大自然间的互动 藉由理解能量的流动 来造成我们的正能量运势的提升 所以我们这些地理师在看风水的时候 如果没有讲求来龙跟去脉 那就仅仅只是纸上文章 道听途说的雍师而已了 正所谓什么呢? 蓄极则泻 闷极则达 热极则风 拥极则通 一冬一春 迷去不生 亦起亦伏 无往不复 风水也是一样 能量的收集 没有是说你只收来龙 而没有 没有去让它去脉 你只要收 却没有要付出 如果有人贪心的只收来龙 想把最好的能量都收给自己所用 希望能够独占这些能量 那么再好的龙脉 再好的来龙 都会变成什么? 都变成困龙 都会变成死龙 再好的使用 都会因为个人的贪婪 把财气变成死气 这样无论你摆任何的招财用品 供奉再灵宴的财神 请大师在引进多强大的地理能量 你都没办法消化 最终只会导致龙困浅滩 气酌人病 运势日渐低落而已 所以各位啊 你要一定要记得 我们有收获 我们就要懂得去付出 我们有的 也要分享布施给别人 不要这么吝啬或小气 世界上啊 没有什么东西或是物质 我们可以永久保存的 无论是财富 无论是豪宅 无论是名车 土地 你今天有的 可能明天就坏而无有 变成别人的了 风水也是一样 当你懂了循环之理 生生不息的概念 那么风水洋宅的真谛 也就不难理解了 回到我们风水主题 风水 它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所谓的阴宅 也就是我们的祖坟 也就是我们什么 仙人长眠之所 另外一个就是阳宅 就是我们日常居住的屋舍 这两种是一个大分类 下面当然还有所谓的中分类 小分类跟细分类 这些分类可以分到非常非常的细 讲究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今天不讲这么细 我们先对风水要有所认识 后面有机会 我们再慢慢的解析 我们先看看什么是阴宅 这阴宅啊 主要还是早期的埋葬方式 都是用土葬 然后埋葬新人方式都是用土葬 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土葬的模式 它是会保留人类的DNA 而DNA这个东西啊 本身就像一个信号的谱 里面记载了我们什么 我们生命中的所有资料 包含了我们祖先从哪里来 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你有没有先天疾病 以及后代子孙 也会带跟我们一样的DNA的记号 一脉相传直到永远 而这种信号 同时它也展现了类似什么呢 类似现在我们讲的量子纠缠的意味在 什么是量子纠缠? 就是两个量子 一旦发生的关联 无论在千里之外 他们还是会产生的互动 而人类DNA也是如此 当先人的DNA受到地理能量的吹动 那也同时会把能量与后人的DNA产生的共振的频率 那么这个地理能量也就会传到了后人身上 好的地理能量 不只会传递给后人 也会传递给还没有进入下一段旅程的先人灵体上面 而获得比较多的辅助能量 所以好的地理能量啊 无论是人或是神或是妖或是魔 他都会想要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庙 他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或是某些地方的小庙 就是他不能说是什么特别的神 就是一个有供奉神像 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但是他非常灵验 有时候就是那个庙地呀 所收到的地理能量 比一般的地理强大 里面进驻的神明啊 自然也可以获得大地的整个地理能量的扶持 他会有更多的法力 可以去修为更高的阶层 或是他拿这个力量来帮助他的信众 这都是有可能的 而这样的地理能量啊 传递到先人的遗骨身上的时候 随着时间跟地貌的改变 他不是固定的 他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当能量变化的时候 很多状况会反映在什么? 反映在墓碑上面 也就是我们这种地理师 像老师这样的地理师 我们会去看木像 从木像来看出这个地理 他现在正在对后世子孙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不过 现在随着我们的时代的进步啊 土葬已经随着政府的政策的规划 逐渐转为更加环保的火化了 火化之后的遗骨啊 对于后世的影响层面 就非常小 非常小了 对于骨灰 我们已经火化完了 骨灰 他能不能吸取地理的能量呢 其实就比较难了 因为他的DNA都已经无效化了 就已经变成了无效 单纯的灰烬了 所以说 对他这个风水吸引与否啊 就变得不是这么重要 这个时候呢 什么地方重要了 就变成排位 排位就变成相对有影响的地方 但是即便如此了 排位对后面子孙的影响 其实也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大 遗骨如果都烧成灰了 那排位影响也不会太大 所以说就很多方面来看 土葬是对后代子孙影响十分深远的风水规划 土葬啊 他在另外一个方面看 就像是一个基地台了 不断的吸收大地的能量 无论是正能量或是负能量 他都会同时反映给后代子孙 所以很多名门望族啊 高官聚谷 都会请老师这样的地理师 去选择风水宝地 以藏先人 以求风水的能量 不过老师还是说 说到前面 因为阴宅的风水地理 他是属于夺天地之造化 好的地理一帐下去啊 可以接连的这个木的主人 然后让他的后代子孙 接连好几代的功名利路 吃不完用不尽 所以老师 我本人是不接任何关于 巡龙点穴的英宅开发业务 多少钱都不接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给我锅台面生甲 我也不接 因为老师没有办法确定 你这个这个客人 他是不是真正的心地善良 他的福报 是不是可以值得他去取得这样的 龙穴这样子 用这样的龙脉 或是你后代子孙 他是不是闲笑 你是不是有可以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有理 有人心 若是这个客人啊 他在老师音乐前演的跟真的一样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大监视中的人 他本身日常生活是为父不仁的 那么让他得到这样好的能量 让他们不断的发财 他就会不断的伤害别人 这样的因果业报 老师这种命理 地理师啊 我们在执行地理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帮他分担的 因为你怎么会让这个人 去得到这样的能量呢 那当然要功过赏罚就很明白 那当然自己如果扛不完 后代子孙也要跟着分担这样的业力 所以说老师是不接所有的英宅开发业务 这个功夫老师学了很久 学的很辛苦 但是未来只会传给徒弟 他们继续把这个技术流传下去 但是老师不会去帮任何的客人 甚至老师的家族 甚至老师的祖先去去找这样的好的位置 为什么 这是老师的原则 所以不要看到这个视频 就像这些老师看英宅的业务 无论如何 老师都会拒绝的 好吗? 所以啊 老师还是建议大部分的朋友啊 仙人的逝去啊 就是生命的循环 与其希望找一个好的一个风水宝地 庇佑自己的子孙 不如火化之后 安放到纳谷塔内 长久的纪念 或是树葬或是海葬 让城归城土归土 让仙人的生命旅程 没有挂碍的往下一个旅途迈进 好 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完了英宅 现在我们来看看洋宅部分 洋宅是什么呢 洋宅就是我们居住的房子 包含什么 我们的办公场所 学习场所 会等等我们人会活动的地方 属于屋舍类的 有墙有屋顶的 都属于洋宅的范畴之间 洋宅的门派就很多了 比如说 八宅派 九宅飞星 玄空 三河 三园 行家 每一家 他都有独到的解析之处 运用之妙 那老师用什么方法呢 老师用的就是我们本门自己的洋宅建订方式 就不一定是刚刚讲的那些了 那洋宅的看法 就分了两大类做鉴定 任何的洋宅 我们都要从这两个方向去着手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轮头 也就是称为行家 行家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你的外在环境 其实从古代的山河院平房 或到早期的公寓 或到现在的高大厦 在洋宅学院中 他都是要看环境的 由于环境所造成的不同 就会产生不同的煞气 或是吉利的喜气 我们这种地理师 就要靠这样子的外在环境 以及屋子的屋项来进行调控 依据不同的天运 跟地运 以及年份的运转 做不同的洋宅 适应以及变化 为什么根据天运跟地运来做变化呢?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什么 风水轮流转的概念了 这个在科学上 其实也是有些理论的 怎么说呢? 在科学理论上 就是说地球啊 他每天都在进行什么? 公转跟自转 我们每一天日复云日 就好像都在没什么变化 我们都在原地 然后没有什么变化 昨天老师在这边录影 前天老师在这边录影 什么时候老师在这边录影 好像都在原地 其实不是 在公转自转之间 我们事实上都在这个宇宙 每天都在不同的位置 在进行了运动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我们跟个行星 跟卫星 跟任何的穷昌宇宙之间的远近 跟对于的频率 每天都在变化 也正因为如此 其实按照天文学 我们每一天的日升跟日落的时间 其实是不一样的 坐船越短 坐短越长 其实都跟我们这些自转跟公转 有变化的一些关系 既然我每天身处的位置都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在看风水 在我们看他批命的时候 当然也就不会一成不变了 所以是说老师对老师自己洋宅的实力 还觉得稍微跟客人的评价 老师还稍微有点水准 原因就是老师知其然 也概略知所以然 不会照着古书上面的方式啊 我们照本宣科 而是会因时 因人 因地 因物 有所变化 风水与用命啊 都取决在人的思考 会有什么不同的变化的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洋宅第二大类就是什么呢 有了外在环境 就要看我们洋宅的内部了 在洋宅的内部啊 他主要用途是在于里气 所谓里气是什么 里气就是调控我们从屋外引入的能量 你任何的房子 他也不可能不跟外面能量去做有关系 对不对 像我们人要呼吸 我们呼进外面的空气 到我们身体里面 然后再运就到各个地方 这就是所谓的里气 在屋内的各个地方 对于各种的应用 比如什么 比如说 今天家里有了考考试 升学考试 考生要做什么地方 可以提升他的读书效率呢 家里什么地方 可以摆招财器物 可以提升茶运 什么地方 不能摆睡觉的床 因为那边是病气方 会让病气转化 睡的人容易生病 主人放到床要怎么摆 可以让夫妻和谐 冷气电扇放在哪里 居然会让宅主破财 电视摆在那边 居然会让家人心神不宁 冰箱放在这边 居然吹动了财运 让家运兴隆 是的 阳灾风水 并不仅仅是在于 你摆不摆招财物品 会有所影响 而是每个方位 它在不同的年份 也会不断的变化 我们阳灾内的地理环境 都会随着它的变化有不同 有的时候怎么可能 房子不都固定的吗 其实老师在很早的视频之中 就已经有讲过这个概念了 屋中气场的流动 我们就可以看成是屋内的什么 水管水路 你会煮饭的时候 去厕所马桶里面舀水出来煮汤吗 不会吧 还是你会洗澡的时候 特别去什么 去厨房的沉水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浴室里面去洗澡吗 也不会 水流到什么地方 它就有什么样的用途 但是水它还是水 根本上还没有区别 但是所到之所以用途不同 它就有不同的定义 风水也是一样 当世界的环境变了 我们居住的地方 风水也会跟着改变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穷昌宇宙之中 我们从来没有脱离过这整个宇宙 也不会脱离这个世界 但是各位也不用紧张 是不是因为自己犯了什么错 让自己的房子风水不好 所以好像什么运有点卡卡的呢 老师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 以老师这么多年的勘语经验 然后还有批命经验 福地啊 总是福人居的 人啊 他如果能够知福 习福 造福 那所到之处 天地神明都会把你带到福地里去 让你新家发财 发财起来 挡都挡不住 如果这个人每天只想着仇恨、嫉妒、埋怨这些负面的思想 那天地神明就会按照你的想法 把你带到凶煞之地去居住 让你怎么样?得偿所愿了 让你可以继续的天天怨恨 天天嫉妒 天天埋怨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每天都在做的 所以很公平 天地神明就让你什么?可以继续做下去 让你得偿所愿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很多网络酸民啊 被肉搜出来之后 就发现他们其实现实上过了也不怎么样 有的过得很窝囊 很多时候不是环境造成这个人的心态变态 或心态的偏颇 而是他们的心念造成自己的生活越过越糟 各位你有见过酸民被挖出来 被提告告账法院之后 他居然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哎呀 他居然是人称的大善人 乐善好识 志工什么都让他觉得很善 很平坚很好的人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就会做这件事情 造成你的环境 你的人生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就会让你什么? 老师自己一直讲到了 思想是人生的道路 你怎么想? 你就会有什么样的食欲 你就会就住什么样的房子 有什么样的收入 嫁娶什么样的人 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 因果循环 无时无刻 他其实都在发生 而不是只有你生死之间 而是在生活之间 就会你不断的噪音 那你也不断的会取果 你种了什么因 就一定会有什么果 不会你种下芭蕾 然后你长出香蕉 无时无刻 或者如果你跟着政治人物 或是你的人际关系 或是你的戏剧 让你的思想 充满了什么? 怨恨、愤怒 带来的事情是什么? 他会让你的人生不断的发生 会让你怨恨跟愤怒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这么想 那你的环境就会因你的所求 产生这样的事情 你本来只是讨厌某某党 结果后面就发生说 你公司也讨厌某某人 然后别人也不开始讨厌你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面充满对立 你就会招来很多对立的环境 跟日常 很快就会有收成的 有些果 它是当下 可能今天想明天就发生了 有的是隔几年后发生 但是其实无论是怎么样 你种下什么因 你要取的是善果或是恶果 它其实重要 还是在你日常的思想跟行为 一定会有相对的结果 这就是生命之中的真理 也是老祖宗跟上天 跟我们的佛跟我们的上帝 一直不断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了 就拿风水来说 老师见过很多案例 一家公司 他发财了 哇 这个这边风生水起 钱赚到不要不要了 然后搬总搬到更大的地方了 可是接续进来的 这个公司以前发财 那我来接他办公室 战争他的财气吧 就刚刚好那个房子时运过了 然后他进来就不发财了 或是一间公司倒闭了 另外一间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 另外一间进住了 但是他去发财 发到不行 这是为什么 他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是说 这个时候同样的房子 因为不同的时运 会让有德跟无德的老板 分别在不同时间进住 然后因为他的德性的多寡 让他有不同的布置 福治心灵 最后会有不同的结果 好 今天时间关系 今天就是我们风水系列介绍的第一篇 下一集 老师要教大家怎么安排最基本的居家风水 让大家可以稍微的为自己努力一下 或许可以让我们的运程能够更加加分 下方有老师推荐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 老朋友回顾 如果你愿意赞助本频道 下方也有赞助说明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在说明页面的最下方 以及这里都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请尽量以微信为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